今天两位证人指证立役 大动作开记者会 中东警阵营警咬蓝营谢富宏 曾密会绿营高层还找来关键证人 我是在延月三号接到苏协宏院吧 他说那个立法院长要到他家 是否可以到他家做课 湘明代表亲自出面上届总统大选前夕 突然接到前县长电话 请他跟时任立法院长苏嘉全一起吃午餐 聊一聊 咬定谢富宏也在场 但是谈论什么秘密 得要如此小心谨慎 证人还原现场对话 两位地方人士出面还原当年午宴 2020年1月4号傅学鹏在公馆家中宴请苏嘉全 时任农田水利会长的谢福宏也来了 谈话中苏嘉全说只要支持蔡英文连任 地方要什么资源都能跟中央提出 这让谢福宏被质疑是不是倒戈民进党 这个月还合体拍片抢身蓝选票 谢福宏强调当年大选 韩国瑜在苗栗得票率过半 但绝对没跑票 对此绿营徐定征战无回应 但正蓝军被说成蓝皮绿谷 苗栗撒哈都之争再开新战场 新新闻中和报道